好 主播呢 接下來這個真的是慶生玩過頭了 在台中西屯河南路二段 有民眾拍到疑似是有民眾 遭到強行壓軸 嚇得馬上報警 結果員警一到現場發現 一群人嘻嘻哈哈竟然是在慶生 他們在演那個戲 什麼戲 楊哥的戲 誰是楊哥 什麼啦 YouTuber楊哥的戲給你看 開門 後座開門 全部都是下車 下車 開門 把後座門打開 什麼下車 幹什麼東西啊 幹什麼 叫你們下車就下車 下車 根據了解呢 這其中是有一名20歲的江信女子 為了要替她的男朋友慶生 要給她驚喜 就和朋友呢 總共10個人要將她強行帶上車 到彰化慶生 但是過程中呢 因為動作太大 讓路人以為呢 是有人要擄人 趕緊報警 都認識 全部都認識 你知道有人報案說你被綁架嗎 對啊 你知道 你一直叫 但是一群人真的玩過頭了 為了慶生呢 結果鬧到遠景都到場 浪費社會資源 而網路上呢 也有人爆料 其實呢 這一名20歲的江信女子 是一名網紅 之前呢 才因為影片爭議呢 被退選啦啦隊 也因為這個惡搞慶生呢 被帶到警察局釐清 也讓網友呢 覺得實在是很瞎 只是為什麼網友會知道是她呢 因為她自己呢 還把遠景到場的影片 拋到自己的線洞 才會被網友發現 實在是呢 不知道該說什麼 以上主播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